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 我是夏志平 各位听众同时也问候各位观众 今天志平非常非常的荣幸 在摄影棚里面为您请到了这一位巨星 说他是巨星 说他是非常有名的歌手 接下来这个头衔恐怕才是他现在正在享有的头衔 不过不管他是哪一种身份来到摄影棚里面 但都没有办法掩藏住夏志平 身为一个粉丝那种兴奋的心情 刚刚我们的导播已经让我特别特别要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 所以等一下如果我有失序的行为大家不要见怪 我先跟大家来介绍 也许大家真的等不及了 这位我们今天的受访者 他是中华音乐人交流协会的李市长 不过我应该说这位名歌手李建復 李大哥您好 志平你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是 谢谢你来到节目当中 谢谢 我其实坦白讲到现在我手还在发抖 就如同我上个礼拜去看了明歌40年这部纪录片的心情是一样的 我一直在想我为什么要去看这部片子 我走进那个戏院的时候我心情是忐忑的 然后整个看电影的过程我一直不断的拿手擦着我的眼泪 我为什么要这样 我干嘛把自己丢在那样一个情绪里 这是一个非常激动的情绪 我特别来请教 当然在去年筹划了明歌40 这么多场演唱会的李建復李大哥 这个电影如今在演唱会之后推出 它具有什么样的意义 是不是希望能够再换回当初的那些歌迷 像我这样一个在那个成长的过程里面 都是被明歌所 我们绝对不是迷惑 应该是说被他的精神所感召 这样的一个歌迷 能够带领大家再重新进到戏院里面 重温当年的那个氛围 其实我是想 我们都希望说在40年的时候 能够给大家留一个记录 这个成长的记录不只是这些歌手的生命的历程 其实也代表了那段时间 跟我们一起成长的歌迷 或者朋友们 他们所经历过的社会环境也好 自己经历过的求学 或者谈恋爱的过程 或者成家的过程 那这里面都有很多社会上的问题 有政治上的问题 有认同上的问题 那这些其实都是每一个 我们希望来看电影的人 他自己都是亲身体会的 那因为我们在过去进电影院看任何的电影 都是有个剧本 那可能是一个在太空里面打架 或者是在明末清初的时候 在竹林里面打武侠剑 那可是这些都 你只是一个旁观者在看一个编出来的剧 可是40年 其实并不是很长的时间 很多人尤其在看电影的人 其实都长过了那个过 深长过那个时间 所以都很多记忆是在你内心深处都存在的 那只是这几年当中 变化的时间非常变化的 整个状况变化非常多 那我们就希望说第一个给这些歌手留下一些记录 描述一下他成长的过程 很多人也许听过他的歌 可是对他的生命历程并不是那么熟悉 那我们就希望留个记录 第二个就是也希望带给所有的成长的 跟我们一起成长的观众 有一个能够 不论是怀念也好 感伤也好 或者是正向的面向阳光也好 有一个活出这段时间的一个感觉 所以其实有这个片子是当初在策划演唱会的时候 就已经是策划的内容了 然后找来了导演 一路跟着所有筹划的过程 一路拍一路拍 最后才剪出这个片子来 是这样吗 我们在整个筹办民歌事实的活动当中 纪录片是我们第一个开始的项目 几乎是第一个开始 那导演就一路跟拍 那事实上我们也不知道他拍出来是什么样子 我们也没有办法给他一个明确的指引说你要拍什么 完全没有 也没有剧本 因为纪录片他就是没有剧本的 那他就跟拍了一年多的时间 然后比较困难的事情 跟拍其实就是体力上累了 就是跟着很多不同的歌手 然后一直跟着拍 可是比较困难的部分是导演怎么样在这么多的拍下来的影片当中去筛选 然后剪接出来一个他自己的观点 这是非常困难的 怎么样呈现每个歌手他真正的人生的面貌 哪些歌手是很不得已必须要舍弃 没有用在这个纪录片里面 这都是超级困难的事情 两个问题 一个他虽然是纪录片 对 可他也有悬疑性 我在这边要告诉各位听众 容我这个先破个梗好不好 就是 纪录片对没有不应该有剧情 可是当中却也把 当年这么多年来 在陶解经心中 所造成的一个 也许是没有办法打开的结 在他这个纪录片里面也解开了 然后也做了说明 那就是这个李双泽先生 美丽岛这个歌的作词作曲者 他到底有没有在舞台上面丢可乐 摔可乐瓶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在这个电影里面 有了真相的解答 这是一个他的悬疑性 获得了解答 另外一个就是刚刚 李建福大哥所说的 就是太多太多的遗珠之憾了 这个片子总共拍了多长 现在剪出来的这个带子 大概只是原来的几分之几 我们其实问过导演这个问题 就是他也没有真的很确实统计 那我的估计大概是二十分之一吧 就是十分之一或者二十分之一 就是拍的至少是现在剪出来的十倍 哇 也就是说在戏院里面 也许就是大概两个小时左右的这个时间 其实他可能拍了二十个小时 其实现在讲起来绝对不止的 那为什么不出第二集呢 我们需要经费 其实这个就是 因为我觉得导演已经把它 觉得最精华的东西剪成了一个两小时 那所以后面能够再 再能够剪出来什么样不同的观点 我觉得也对他来讲 也是一个蛮困难的事情 在这个今天的节目里面 我们为您邀请到民歌手李建復 讲到这个问题 李大哥你比较喜欢人家 称呼你民歌手这个头衔 还是喜欢别人叫你李市长 当然是歌手 因为李市长只是一个官显 其实我们的也是 这个协会是一个非盈利性的组织 那也是在服务我们的音乐人 或者服务我们的歌迷 所以其实他 而且他是短暂的 他过几年我就卸任了 有一个新的李市长出来 可是歌手是一辈子的事情 当初这个接到李市长这个职务的时候 想当然而你应该是很清楚 你接下来要办的是民歌四十 是吗 我答应接的时候 没有特别想到 可是过了十分钟就想到 完了被设计了 有没有想到觉得这是一个很重的担子 有 想到的时候觉得说 因为就是陶姐 林正阳 这几位前任的李市长 吴出处 他就说 你当监事 李市都当过了 那我们下面看看排排顺序 应该是你还可以接了 我说好啊 那反正 然后下面想到糟了 后面好像有一个 有一个cash在那边 我没有抓到 可是好啊 已经出来 好 那在整个筹办 民歌四十演唱会的这个过程里面 其实我相信是很多人跟你一起筹办嘛 对不对 有这么一票伙伴跟你一块来做 对对对 那么好 在整个筹办的过程 好辛苦啊 当中有没有一些 也许那个时候 看来是不足为外人道的一些辛苦 现在演唱会过了 可不可以 稍微跟我们分享一下 有什么是让你印象深刻的 也许现在说出来 可以给一些 遇到挫折磨难的人 他们过不了那一关 你都过了 有什么不能过的 其实我觉得对我们来说 演唱会反而是比较 比较容易去处理的 比较难处理就像纪录片 因为你不知道它出来会怎么样子 像我们办的展览 展览你怎么样在一个 比如说三百屏的四百屏的空间里面 能够展出四十年来民歌的过程 那这是一个有创意的过程 有观点的呈现 有纪录纪念品的收集 然后怎么样陈列 然后怎么样把故事说得清楚 我觉得这些是难的 那演唱会其实坦白讲 场地租了 曲目最难的是曲目要排出来 因为怎么样把几百首上千首的 所谓那个时候的年代的民歌 能够挑出来一百首 那就是而且要顾虑到观众的喜欢 观众有回忆 可是又不能太老套 不能永远都唱这些歌 那这歌手之间的组合 怎么样组合会让大家觉得有新意 那有的人 原唱的人不能来 那怎么办 我们可这首歌很棒 我必须要呈现 那他不能来 我们找谁来代唱 那代唱也有它原因 不能随便找一个人来代唱 那这个是比较复杂的地方 可是也是很有趣的 因为就是在创业的过程当中去发想 提到这个代唱这件事情 容我继续追问下去 很多的粉丝们 或者是制品的朋友们 就在问我说 这演唱会 为什么某首歌不是某一位歌手唱 天哪 如果他能够来的话 会不会更完整 更完美 遇到这些遗憾的时候 你怎么对歌迷们说 其实我很清楚 大家知道哪些歌手是 就是很遗憾 但他没有办法来的 那曲目当中也有排到他唱的歌 那 就是很不巧 就是刚好人在很远 几千里外的 比如说在加拿大 或者是刚好他在 他在很久以前 就已经确定了这段时间 是在做一些传福音的事情 是 那所以他刚好就没办法出席 那他的歌就只好找人代唱 是 好 没关系 这个遗憾呢 也许我们就 让大家来看这个电影 从电影里面去看一看 因为呢 有些在演唱会没有办法出现的歌手 在电影里面会有他的镜头 对不对 然后呢 当然 这个电影在上个礼拜已经上演了 那么我们还是要呼吁大家 可以的话 买票进场去支持这个片子 感谢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片子 每个人看这个片子 也许心情都不一样 有些人会像我一样 从头哭到尾 也许是如此了 但也有些人会从头哼唱到尾 在我旁边的人 每一首歌出来 他都会唱 你遇到过这么疯狂的粉丝没有 真的 我真的一点都不夸张 太厉害了 对不对 我都不一定能够这样 是 但是 当然这个片子里面 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就是 每一位歌手都有讲 他在参与这个运动的过程 所付出的心力 例如李大哥你刚刚所讲的 还有就是 在那个年代里面 他参与了其他的 比如说社会运动也好 或者是这个国家认同的这些 其他的这些运动也好 他都有描述 那更重要的是 这个电影脉络就是跟着 导演的镜头就 跟拍每一位歌手 在哪怕是在台底下 这个等着要上台的那个画面 我看到一个画面好像震撼 就是 你坐在杨祖军的后面的那个画面 我看那个画面 我天哪 杨祖军是我多爱的歌手 他那个时候 那个最常唱的 我在听他演唱会 最常唱的一首歌叫 《走登山去》 好可惜这次 6月6号的演唱会他没有唱 对 他唱的《美丽岛》 这个也是非常非常棒的歌曲 是 当然 所以在这个电影里面 这个纪录片里面 也可以听到很多的歌曲 这个选歌也很难 对不对 其实当然就是在纪录片里面 导演是跟着这个 这个他要拍的这个歌手 去选歌 是 那个歌手可能在过去的场合 唱过一些歌 对 导演把那些 这些片段拿过来 跟他想要叙述的事情 能够做一个搭配 在这一段访谈结束之前 我想来请教一下李大哥 看完这个片子 我知道你看过很多遍 看完这个片子 你觉得当中啊 剪进去最让你感动的桥段是什么 你思考一下 我说啊 我看到两个桥段 我很感动 一个就是 那天演唱会上面的 就是呢 我很喜欢那首歌叫 我不知道风在哪一个方向吹 就是韩正浩跟钟绍兰 两位夫妇他们所演唱的 这个钟绍兰的谈话很令人感动 他形容自己的丈夫 是一个断肠人 希望大家一起帮他加油 那另外一个就是 邦美胜在演唱会上所说的 我心里面是小茉莉 现在站在台上是老茉莉 这是我觉得感动的地方 那李大哥你觉得 其实第一个 我最 第一次看就掉泪的地方 那其实就是 你刚刚讲到 韩正浩在台上唱歌的时候 那 因为其实他在讲那个话的时候 我没有 没有人 确实知道 韩老师是什么样身体上的问题 那他当天讲出来的时候 所有人都 都真的是吓了一大跳 那我们 每个人心里会觉得都有遗憾 就说他为什么会生这个病 那 可是 只有导演抓到了杨祖军老师 他在 后台 是 擦拭眼泪的镜头 那那个镜头是 让我非常非常感动 那 更感动的是 韩老师下来的时候 他扶着韩老师 走到后面 因为我们是一个舞台下面的通道 那 胡德福跟杨祖军两个 扶到韩正浩走下来 是 那这个就是 你 几十年不会看到这种镜头 他们 当年在哥伦比亚咖啡厅一起开始这个运动的人 在小巨蛋的舞台下面的通道 互相扶持的镜头 这个是 这个是 你永远看不到的 是 那就是让我非常非常感动 是 我现在讲都觉得 有点激动 我懂 这个就是一个 一个 一个 一个情绪 就是你觉得 你从小看这些人长大 然后他们还在互相扶持 还在舞台上唱歌 是 还在希望表述他的一些想法 是 很不容易的事情 我可不可以说 这就是民歌精神 嗯 嗯 对 他永远是那个很真诚的心 他今天并不是为了明 也不是为了力 来做这些事情 他就是很单纯的想要把自己的声音唱出来 是的 各位 我们早安台湾的听众朋友 还有观众朋友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 邀请到 中华音乐人交流协会的理事长李建复 李大哥来的节目当中 跟大家来介绍 民歌四十的演唱会 虽然过去了 但是有这么一部纪录片正在上演 那就是四十年 而描述的这个观点 就是从四十年的这个民歌运动 开始着手当中 描述了很多的第一代投入这里的民歌手 他们在这个整个事件之后 之前之中 他们的一些心路历程 我特别推荐大家去看这个片子 非看不可 也许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回忆 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也许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位 准备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